大專院校民主場出現港獨標語引發爭議 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說 港獨違反《基本法》 不贊成鼓吹港獨 但他認為可以討論 而校方從未移除民主場上 任何支持或反對港獨的標語 在學生會民主場中所發表的 我們一般都是屬於討論的性質是沒問題 但我們是完全不會贊成或容許鼓吹港獨 例如學生在自己管理的民主場上 貼一些鼓吹港獨的學校處理 還是還是交給學生會自己? 我剛才所說 我要跟學生會商量 但如何處理 鄭國漢又承認 八大校長會有討論 就民主場人爭議發表聲明 並且交換意見 但未有共同立場